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北风网和朴城web俱乐部为他提供的PAP视频教程 我是主讲老师李延辉 今天我们来看第39章Sync PAP模板基础 这节课呢 我们来看一下视图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模板 那么模板和视图有什么区别呢 视图是MVC中的V这个模块 然后模板是将这个视图里要展现出来的数据进行解析编译的这么一个功能的东西 叫做模板 那么这个模板呢 是Sync PAP内置的一个模板引擎 叫做Sync Template 那么采用了动态编译和缓程技术 并且支持自定义标签库 那么首先呢 这节课呢 我们只讲三个要点 第一个呢 变量输出 然后系统变量 然后怎样使用这种运算符 好 首先呢 先看第一个变量输出 在视图那一章呢 其实我们已经讲到了一个简单的变量的输出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首先呢 打开这个user controller 把该删的我们删一删 然后呢 在这里我直接的 this play 然后直接过来 然后我在浏览季端 输入 index 好 tpl 就你出来了 然后我想把这个user呢 给解析出来 我们看一下 在default下面的user 下面的index.tpl 在这里我直接来一个 提交给这个user 这个user呢 是模板里传递过去的变量 要注意啊 如果说这里我改成abc 注意 没有了 然后我这里怎么办 就应该改成abc 也就是说 这里的abc和这边的abc是对应的 而这里的user呢 和控制器的变量user是对应的 但是为了可读性 我们一般来说呢 两个是对应的 都是一样的啊 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分清 分清楚哪边是掉哪边的 好 那么它是进行动态编译的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编译后的结果是什么 那我们看啊 它编译后的文件在哪里呢 在retime可以查看 好 在这里 我们打开它 在这里我们按下f5刷新一下 然后它这边这缓存就已经出来了 出来这么多 嗯 出来这么多 我就不知道是哪一个了 所以我们先删掉 删掉之后呢 我们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之后呢 它就会生成一个 生成一个文件 那这个文件会有 会有个差 会有个错误啊 其实没有关系 好 他他认为第一行错了 其实啊 不用管它 这个版本啊 不用管它 那我们看一下 它生成的是这个 把一个user变量给打印出来 好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平时呢 我们并不需要打开它来查看 所以你可以把它删掉 那么下次在生成的刷新一下 生成的时候呢 你只要不打开它 它就不会提出错误 所以说没有太大关系啊 OK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啊 有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你这个圆括号花括号呢 可能会跟我们以后的JavaScript冲突 所以的有些人就认为 嗯 我可以把它把这个这个定界符啊 可不可以改掉呢 好 我们来看 这改定界符呢 它是在这个啊 config.pap这里面来改 好 这边做一个叫做 修改定界符 那我就直接复制了 这边 好 我把左 左定界符和右近定界符 分别改成了一个 兼括号 花括号 然后花括号 兼括号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刷新一下就没有用了 那么我们必须在它的前后 都加一个兼括号 你才能怎么样啊 哎 才能显示拉笔小心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定界符的修改 但是我们现在呢 先不去考虑用这么多 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比较麻烦了啊 输入就比较麻烦 这个时候我们再删掉 好 那这边呢 它还有一个小问题啊 说 模板标签的这个 呃 定界符和这个 多乐符之间呢 是不能有空格的 否则它是无法解析的啊 加一个空格试试看 好 刷新一下 哎 的确无法解析了 所以一定要注意啊 不要空格 不要空格 好了 那么刚才呢 是我们上节课都讲过的是一个普通的变量 那么它可不可以传递一个宿主呢 OK 我们来看一下 传递一个宿主的话 我就把这个变量改成对 这边是user等于 蜡笔 小新 然后这边是对 email 等于 bbs163.com 我传递的时候呢 比如说你只想传递 第一个值呢 那就直接这么传就可以了 当然我现在传的是个宿主 那直接把对传过去就可以了 这边也是个对 好 就这样 那么这边我把它改成 对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 它就是一个array 就是一个宿主 那怎么显示呢 有两种方法显示 第一种方法呢 就是和之前是一样的 加个user就可以了 拉比小心 那email怎么输出呢 那email的话 也可以这么输出 或者它还提供了一个点 email 可以提供一个点 那么宿主呢 就是通过这两种方法输出 根据你的喜好 可以进行选择 好了 那么下面呢 还提供了对象是怎么输出的 那无非就是普通变量 数组和对象 对吧 最后一个对象 好 对象的话我们怎么办 那我们先创建一个空对象 等于 new st 第二个 好 然后呢 带指向user 等于 拉比小心 带指向 bml等于 bm bbs 好了 这个时候刷新一下 它会告诉你一个错误 是吧 这个错误的话 是因为这么掉 是不允许的 所以错了 我现在这么没刷新 什么都没有 好 就说这个带是个对象 它什么都不会输出 那我们怎么办 好 对象的方法输出 有两种 第一种是最基本的user 这种方法 好 这种方法就跟我们 pap里面是一样的 刷新一下 拉比小心 第二种方法呢 是直接的啊 对 怎么样啊 冒号 一秒 两种方法要注意啊 一个是指向 一个是冒号 刷新一下 也可以出来 这就是我们的对象的 调用的两种方式 OK 那我们的变量呢 就这么多啊 这么多 所有的都可以 所有的这个 对象变量 速度的输出 都是通过他们来的 OK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系统变量 那么系统变量分为两种 第一种呢 是pap的内置的系统变量 第二种呢 是我们项目中定义的一些 呃 常量啊 这个 cofig的配置系统变量啊 或者语言变量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先看第一个 首先 系统变量的话 比如说我想打那个啊 环境变量啊 环境变量 比如说我想得到目前的这个脚本的名称啊 脚本文件的名称 那么我们就sync 首先是sync打头 点上个server是server的系统变量 那server的系统变量 我们都知道是pap info这个函数 可以把所有的这个环境给输出来 然后呢 我们去寻找哎 他的一些系统变量啊 系统变量 那么这边呢 直接这么掉啊 点上一个 比如说有一个叫 sprint脚本 name 就这么来 好 我们刷新一下 哎 这就是脚本文件的地址 那么他生成的这个文件是什么呢 我们只要在这里刷新一下 好 打开 大家发现啊 是server 然后sprint name 自己编译后就变成这样子了 好 那么下面还有很多 比如说如果是这个 呃 那我们看一下如果是session和这个cookie 那么很容易啊 我们就直接写了 这边呢 我们直接写一个叫做adme 一般是后台管理员用这个啊 还有一个是前台user用用什么 用cookie 用cookie 这个user啊 刷新一下 虽然什么都没有 因为本身是没有值的 我们只要看一下他啊 这边要刷新一下f5刷新 我们只要看一下他嗯 sessionadme cookieuser 啊 我们知道如果有值的话就输出了 对不对 好 他还有另外三种是我们比较常用的 一个是get 还有什么 还有是post 还有一个是request request request 好 我们刷新一下 什么都没有 当然 再刷新一下 在这里啊 会有这三个 哎 自动编译好的 自动编译好的 如果有的话就输出了 对不对 那么一般来说 request就是这两个的结合 我一般来说我们就用post或者get就可以了 好了 这是pap的系统变量 那么我们系统syncpap的有没有系统变量呢 也有 比如说长量cost 或者是这个配置文件啊 calfig或者是语言变量啊 啊 long ok 我们试一下 还是sync打头 比如说我们有什么长量呢 cost 啊 有一个就是app 什么 呃 patch 有的吧 好 刷新一下 有的啊 主目录的地址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一下 刷新一下 它是这么输出的 对吧 直接是个长量嘛 好 然后呢 还有什么 还有calfig calfig 我们这边就写一个 就是url的模式 当然url模式我们还没讲过 我们会在url的那张详细讲 它默认是1 我们还没有设置 对吧 那么下面一个呢 就是啊 语言啊 点var eara 好 语言环境啊 语言包是var eara 这个我们就以后遇到我们再去讲 好 那么这三个呢 我们就系统变量就已经全部输出来了 这就是最主要的用的是前面几个 后面这几个其实用的并不是特别多啊 好 第三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叫使用函数 那么 有些情况是这样子的啊 我还是用这个 速度输出 有些情况是这样子的 比方说啊 很多情况下 我们是建议在这个控制器或者在这个模型类里面处理完毕 然后做成 做成 已经做成好数据之后呢 在页面上显示出来 对吧 就是直接显示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多的东西了 但是有的时候呢 我们就必须在模板里处理 可能在这个控制器啊 模型里可能处理不了 或者比较麻烦 那么怎么办呢 嗯 那我比如说我对这个蜡笔小型 比如说它是个密码 我要对它进行加密 怎么办呢 那你要使用MD5函数 MD5函数 那么直接的是一个 呃 竖线 然后加个MD5啊 加上MD5之后呢 我在这里我刷新一下 哎 蜡笔小型被加密成这个了 好 这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函数的运用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怎样传参 因为这因为这个呃 函数呢 它有的时候是有参数的 有一个有两个有三个 但有的时候呢 这个变量的参数呢 有的时候是传在前面 有的时候是传在后面 所以这个我们怎么区分呢 好 比如说我们看第一 先看这个第二个啊 先看这一个 好 我们先去理解一下 它是怎么做到的 好 首先呢 我要本身 我是蜡笔小型这三个字 蜡笔小型这四个字 我要得到这个蜡笔小的三个字 把后面这个新给去掉 那么就是M 数线 MB 然后呢 SubSTR 然后呢 等于 SubSTR 它是有参数的 等于0到3位之间 就是从第一位开始取 取3位 然后呢 它是什么 UTF8的 获取方法 这个时候呢 就变成蜡笔小 貌似没有问题 对不对 那你去看一下 刷新一下 你去看一下 这里是怎么做到的 是MB 下滑线 SubSTR 然后呢 这个代user呢 是不是作为第一个参数啊 作为第一个参数 进到这个MB Sub 作为第一个参数进来了 后面三个参数呢 是它后面写的这三个参数 是进到它后面这三个了 OK 这是第一种写法 但是你要想 如果说这个 如果说有一个对象 一个参数呢 它是放在后面的 比如说应该是放在它后面的 那这个我们怎么去促进呢 好 那我们来就看 呃这个小案例 这边删掉啊 好 我在这边写另外一个 我 我在这边呢 创建另外一个变量 叫做 对 好 我直接在下面写了啊 复制一下 这边改成对 这边的改成time 是个时间戳 然后在这里 我先让它直接显示 把上面这边先删掉 好 刷新一下 是一个时间戳 对吧 当前时间 如果我想把它改成这个日期格式 那怎么做 那我们应该用对这个函数 对吧 然后呢 它是有变量的 它是有参数的 所以说M Y M D H I S 是吧 好 这样就可以了 但刷新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为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 它是怎么写的 它是把这个对这个变量呢 就是说把这个对这个变量呢 放在了这个格式的前面 这个是对函数 好吧 这是对 对 这是对的日期函数 对的 但是它呢 是应该放在YMDHRS的后面来传参 是传第二个参数 那我们怎么办 那这个怎么办 OK SyncPAP提供了一种方法 叫做三个警号 好 你打三个警号之后呢 你刷新一下 你发现出来了 为什么呢 你打三个警号的时候呢 它就会默认将这个对这个参数呢 放到所有参数的后面 放在参数的后面 看到没有 互相掉了一下位置 其实挺麻烦的 我个人觉得挺麻烦的 对不对 而比较绕 那么下面来看 下面先看这个 多个函数可以用这个隔开 这个其实很简单了 比如说 我对我对这个蜡笔小型呢 已经取出三个字了 然后再加米 就直接再加个MD5就可以了 OK刷新一下 就加米了 好 那么下面是说 如果你觉得以上的写法 需要在脑海里进行二次翻译 在前 在后 传多少参数 怎么搞 对啊 太麻烦了 那么你就用这个什么 你就可以用这个函数的 不需要翻译的写法去做 好 那这个方法怎么去做呢 好 我们看下面 首先你是花括号 首先是个冒号 比如说第一步 我首先要取得蜡笔小的三个字 那么就MB substr 括号 0 逗号 3 逗号 然后呢 UTF 都 杠8 然后呢 怎么办 然后 这个地方是 对 中括号 user 这是不需要二次翻译的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就这么去使用 其实呢 你把这边去掉 把这边去掉 其实就是一个 普通的PAP的写法 对不对 只是外面加了一个 原过号 原过号 加了一个冒号 注意了 加的是一个冒号 好 刷新一下 蜡笔小就出来了 那么我对它再进行MD5加密 那也很简单 MD5 它本身是个函数码 括号 把里面的东西扩 扩在里面 就对里面的最后得出来的结果进行加密 OK 就这样子了 那么也说上面这种写法和下面这种写法 其实是一样的 一样的 OK 但最后有段备注 我个人认为 处理这些数据 都尽可能的不要在模板端 除非是必须在模板端 才能处理的 我们就 只能在这里处理 模板 一般就是为了展现数据 是HTML和JS的部分 那么PAP的业务逻辑 过滤处理 我们还是要放在PAP当中 这就是我的一些看法 好 那么当传递过来的值 是没有任何值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片空白 所以我们模板还提供了一个default功能 就是没有数据的时候怎么处理 好 比如说在这里是没有数据的 没有数据之后 没有数据 它加密了 比如说第一个我先去点 第一个 第一个是没有数据的 它就变成空了 对不对 我可以给它加个default功能 def 叫做什么都没有 没有数据 好 没有数据 刷新一下 这边就会显示没有数据 当你有数据的时候 刷新一下 就会变成蜡笔小新 就会变成蜡笔小新 OK 那么这节课的最后一个功能 就是使用运算符 模板也是可以进行计算的 好 我在这里创建一个变量 this指向 做一个number 多号 然后比如说是10 好了 那么我在这里 直接的就是number先打印出来 是个10 可以吧 然后我给它加上10 可不可以处理呢 刷新一下 变成20了 还比较容易 对不对 还比较容易 那么现在下面呢 这边有几个说法是 运算符是不再支持 不再支持点语法 不再支持 这边少个点啊 不再支持这个点语法 和常规的函数用法 好了 先来了解一下 这个点是怎么回事 那你就毕竟做 就必须做成数组了啊 那我就把它放到 放到这里 number 然后等于10 然后呢 在这里呢 直接的就是把 这个就不 这个就不要了 直接把对传过去就可以了 那这边呢 本身是应该对 中号number 刷新一下 本身是20没有问题啊 然后现在下面呢 我们是这么来的 把这个换成点number 可不可以 点number本身显示是可以的啊 显示是10 但是它在加10的时候呢 你发现就没有效果了 所以已经不支持这个点了 好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 是 呃 你如果用函数的时候 之前之前用函数都是md5 什么sh1 都直接用 对不对 你看下面都直接用的 没有加一个圆括号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在这个 在这里我就写一个 叫做方形 叫get number return 10 然后呢 我在这里 我怎么处理啊 我在这里的话 我就直接的 大家来看 中括号 number 加上get number 好 刷新一下 发现还是10 没有变 为什么呢 你 你如果用运算的符的话 你必须加上圆括号 好 必须加圆括号 刷新一下 就变成20了 OK 这就是它的两个 跟上面 语法不一样的地方啊 不一样的地方 必须是中括号加 必须是函数 必须是有括号 那么其他的减法 除法 除法语法 加加减减啊 这比较简单了 我们就不去说了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么多 最后 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本课程是由北风网 爱北风.com 朴城web俱乐部 yc库.com 联合提供 本次主讲师 李延辉 谢谢大家 再见